妈呢,妈他没来,发出事了,妈为什么不来救我,妈为什么不来救我呢 很快警察赶来,一个蓝衣大哥,会声会色给警察描述起事发经过 见把艺术说得如此不堪,丁松想要辩驳几句 可看到围观群众激愤的样子,立刻怂了 警察把两人带进派出所,并让老五去把大人叫来 可妖婶正忙着抢救酒精中毒的丈夫,根本顾不上女儿 老五又只能独自来安慰二姐 怎么还是你,妈呢,我去了医院了,爸他有生命威胁,妈走不了 凌蓉对母亲失望到了极点,直到第二天,林老幺在医院醒来 妖婶这才急匆匆赶往派出所 一进门,妖婶并不是先看女儿,而是大呼小叫要找丁松算账 这也让凌蓉更加失望了 所以当妖婶问到丁松有没有把她怎样时,林荣故意气母亲 林荣为了丁松与母亲大声争吵 另一边的丁松由于担心自己一旦被判流氓罪,就前程尽毁了 于是把所有问题推到了林荣头上 是她逼我的,是她主动来找我,让我给她画画 我是被逼的,我是受害者,我是无辜的 丁松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坐在窗外的林荣听得清清楚楚 忍不住泪流满面,妖婶劝说女儿说出实情 林荣答应了,可是当她离开的时候,却给母亲留下了一句扎心窝子的话 丁松为了自己的前途不惜到达一趴,而林荣却为了丁松顶下所有罪名 林荣豁出去了,她急于想摆脱这个家,丁松是她唯一的希望了 自私的林荣弟弟因她坐牢时没有一句表示 为了渣男的前程,却承担下了本就不属于自己的罪名 妖婶疯了一般,狠狠打向丁松,但最终还是没能改变判决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丁松父母得知这件事后 从上海赶来,妖婶为了女儿直接给两人跪下 希望他们可以救救女儿,丁松父母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打通了关系,这才让林荣恢复了自由 走出看守所的林荣,面对母亲的指责却毫不悔改,又跑去找丁松 丁松正在搬家,她要跟父母去上海了 林荣连忙奔上去,拦下丁松 我要跟你走,你带我走吧,我要跟你走 最终,丁松还是狠心推开了林荣 丁松走后,林荣每天在家呆呆地看着丁松给自己画的画 一看就是一整天 这天,妖婶让林荣出门买瓶酱油 听到一群妇女小声议论着什么 林荣觉得肯定是在议论自己 立刻感到一阵眩晕 耳边似乎也响起了各种指责的声音 林荣跌跌撞撞晕倒在地上 醒来之后,发现家人都去医院看望父亲了 只留下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六 林荣顿感失望 老六正在院子跳皮尖 不小心跌倒了 哇哇大哭 林荣准备去扶 结果刚站起来,又感到一阵眩晕 耳边再次响起机房们指指点点的声音 林荣抱头惨叫着 之后他开始恐惧异性的碰触 这孩子是精神上受了严重刺激 我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有限的 希望能送孩子去大医院看一看 然而对于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来说 上大医院治疗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此林荣疯了 每天抱着一只猫再也不敢出门 妖婶还是没有垮掉 想方设法赚钱 甚至做起了生意 可是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 并没有因为妖婶的努力而变得好转 反而频频出现问题 老大的工资又丢了 妖婶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老五 这个小女孩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被母亲当成了小偷 大哥工资丢了 妖婶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林荣 因为她最近十分反常 第二天 妖婶跑到学校向老师求证 老师将妖婶带到钢琴教室旁 妖婶这才知道女儿喜欢钢琴 原来这段时间 林荣每天晚上偷听老师弹琴 老师认为林荣是个好苗子 也就教她弹 所以才会回家那么晚 听着女儿手下流淌出优美的曲子 妖婶十分震撼 老师趁机告诉妖婶 林荣这个孩子特别的有音乐天分 我建议你们好好地培养培养她 想要培养 那就得买钢琴 可是当妖婶听到一架钢琴得好几千 顿时泄气了 我买不起 从此林荣开始各种攒钱 看着女儿将牙膏挤入瓶中 妖婶忍不住打击道 这个破牙膏皮能卖多少钱啊 那捡破烂能卖多少钱啊 你买钢琴也不是这么个攒法 孩子要照你这个攒法 你得攒到八十岁去 话虽这么说 但妖婶还是决定满足女儿的愿望 她掏出全部积蓄 买下了一架较便宜的电子芯 打算等女儿生日时送给她 可是刚一到家才知道老大又丢了工资 妖婶叫出所有孩子 问是谁偷的钱 没有一个人承认 妖婶气急了 还是没有人承认 妖婶开始翻箱倒柜 搜查每个孩子的东西 直到该搜查林静了 林静挡在母亲面前 林静认为这样太侮辱人 妖婶却觉得小孩子能有什么秘密 于是不顾阻拦 将林静书包里的东西倒在地上 里面竟赫然出现了一堆纸币 林静哭喊着想要抢回那些钱 因为这是学校的 她是生活委员 收齐学生的钱后 第二天要交给老师的 妖婶根本不相信 觉得林静是在狡辩 不由分说 按倒就揍 窝囊的老大看到妹妹挨打 只能满脸痛苦 却根本不敢承认 是自己坚守自盗 半夜 林静坐在门口无助的落泪 妖婶有些不忍心 把钱还给我 你还有完没完了 我白天说的话是算数的 你再怎么闹下去 你信不信我把你赶出这个家 你把钱还给我 我马上就走 我再也不认你这个妈了 妖婶当然没有还钱 第二天 林静在学校丢光了脸 因为妖婶来学校了 当她得知 钱确实是女儿替学校保管时 本该道歉的妖婶 却在老师办公室撒起了泼 责怪老师不该把这么多钱 交给一个小孩保管 窗外的林静 看着母亲和老师起冲突 突然一拳砸碎了玻璃 捡起一块 狠狠朝手上滑去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蹄子 感谢您关注